房屋税差别税率2.0方案 7月1号正式实施 明年就将报税适用 去年底全国代售新城屋超过10万宅 创世上新高 代表市场买气跟不上供给 新法上落后超过5年的建屋渔屋 将直接刻到最高4.8%屯房税 对先进后售业者带来显著压力 以目前的这个做法来讲 对于建商的影响会相对比较大 那另外一个对于10年内完工的 这个新城屋冲击也会比较大 由于屋数量没办法完全 完整区化的这样子的压力之下 它可能就会提供一些教育弹性 甚至是降加的这个促销方案 由于囤房税才全国总归户计算 持有大量房产的包租工 房屋税可能增加到三倍 解套办法就是把闲置房屋 出租给房客并合法申报 税率将由信息到1.5%到3.6% 降为1.5%到2.4% 但专家也担心 新制仅更改税率 税级并未调整 就怕成本还是转嫁到租客上 囤房税2.0上路 各县市也必须定定差别税率 新北市台中市或台南市 沿拟属于继承取得的共有房屋 可适用较低差别税率 其他非资助情况 两户以内适用3.2% 3-4户每户3.8% 5-6户每户4.2% 7户以上每户4.8% 鼓励多屋族市出 新唐人亚的电视 高纯人士维同 台湾台北报导 来 各位新唐媒体朋友 可以跟着呢